一只鸡肠碌碌的兔子被关在笼子里 在它不远处放着一根胡萝卜 但它想尽办法也够不着 这时饱餐一顿的魔术师走了进来 一进来它就赶紧关上门 悄悄地拿出了它的表演秘宝 两顶长得不一样却可以互通的魔术帽 把手从这顶帽子伸进去 就可以拿到那顶帽子里的东西 原来魔术师接下来有一场魔术表演秀 他打算让兔子和他配合演出 就在他准备喂饱兔子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原来表演要开始了 魔术师因为过于匆忙 来不及喂兔子 便赶紧带着他和魔术帽上了台 结果饿疯了的兔子一个生气就不配合了 在舞台上狠狠地戏弄了一番魔术师 他的手被砸在抽屉上 手指又抓到了老鼠夹子 魔术师试图把一只鸡蛋 从帽子里扔进去打中兔子 但反被砸在自己脸上 台下的观众不知所以然 看到魔术师出洋相 还在高声欢呼鼓掌 魔术师也只好鞠躬 感谢观众捧场 他愤怒之下拿出胡萝卜威胁兔子 没想到兔子更加恼怒了 这下魔术师遭遇到了更惨的戏弄 他的手通过地上的帽子伸出来 抓掉了自己的裤子 然后又被帽子里的楼梯 打到了舞台的另一边 他愤怒之下 把胡萝卜给打碎了 兔子又用魔术帽 把他的手指接到了垫闸处 吃尽苦头的魔术师 忍无可忍 终于跑到幕布后去捉兔子 结果不小心 被一根绳子套住脚挂在了舞台上空 解脱的兔子刚准备离开舞台 结果绳子并不牢固 魔术师很快就从上空掉落下来 紧随其后的是一盏坠落的灯 魔术师就算不会被摔死 也会被砸死 虽然兔子对于魔术师的做法十分气愤 但他看到魔术师即将殒命时 他思虑再三还是伸出了救援之手 他用魔术帽接住了魔术师 魔术师得以保住性命 还成功地获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欢呼 没想到俩人误打误撞 完成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 而这场欢呼是属于魔术师和兔子的 最后为了奖励兔子 魔术师把胡萝卜还给了他 这部短片是上映于2008年的 皮克斯卡通动画《魔术师与兔子》 这个短片的不少内容都取材于料理鼠王 还曾获得了安妮奖和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 其插科打魂式的幽默也向经典动画《猫和老鼠》和《乐意痛》表示了敬意 而片中魔术师和兔子间 我虐主人千百遍 主人依旧是初恋的纠葛 也让这部短片得到了极高的正面评价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的短片 希望大家在工作学习之余 也能从这个短片中获得快乐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